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二开启欧洲之行 布林肯周二飞往柏林 接下来将前来巴黎和罗马 本周三到访德国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与德国联邦外长马斯举行会晤 据最新消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德国外长马斯 共同出席一场新闻记者会 在谈到东都决散维吾尔人人权遭到打压的问题时 布林肯呼吁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尽我们的所能 确保可能的强迫劳动的产品不会进入我们的国家 德国大众汽车在乌鲁木齐设厂 没有考虑到强迫劳动问题 一直是世界各地维吾尔人抗疫的对象 6月29日布林肯欧洲行最后一战 意大利南部城市马太拉 将与包括中国外长王毅在内的20国集团外长会晤 布林肯是否与王毅面对面交谈 在至目前没有任何宣布 6月23日是国际欧林匹克日 世界各地的维吾尔团体举行抗疫活动 以呼吁抵制即将在北京举行到2022年冬季欧运会 东都决散体育与发展协会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基金会联合举办 在伊斯坦布尔奥委会面前举行联合示威 发表了一份关于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声明 维吾尔学院院长巴哈蒂博士 在活动发表的讲话中强调 已有弃国承认中国在东都决散的犯罪活动为种族灭绝 这时中国举办冬奥会等同与支持犯罪 国际社会应该抵制北京冬奥会 与此同时 维吾尔人 藏人 蒙古人 香港人等多个国际人权组织 在瑞士 洛桑国际欧委会总部前 举行了反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在2021世界难民日 维吾尔人权项目会于世界范围内 为维吾尔人提供难民保护 在世界各国强调世界难民日之际 维吾尔人权项目再一次强调 因中国政府暴行而不得不在海外申请避难维吾尔人的苦难 长期以来 维吾尔人权项目一直在警示世界各地维吾尔难民危险处境 维吾尔人权项目执行主任乌买尔卡纳特先生说 救助维吾尔难民是民主国家政府立即就能做到的帮助 为了保护面临无国际危机 处于危难中的海外维吾尔人 各国政府应该正视他们面临遣返的危险处境 追随新冠病毒的起源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的热点话题之一 参议员共和党人本周推出的一项新法案 要求中国配合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疫情的起源进行透明且全面的调查 否则将制裁中国科学院及企关联机构 一贯支持反华立场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欧 21日推出名为《2021年新冠病毒法》的法案 要求中国配合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起源问题的调查工作 同时共和党参议员梅克·伽利格周二 介绍了2021年新冠病毒来源调查法案 根据法案内容 如果中国不允许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所谓的可信和全面的调查 法案将授权美国政府在立法生效90天后 对中国有关机构和实验室施加制裁和其他限制 法案中的制裁对象 法案中的制裁对象以中国科学院为主 包括与中科院有关的100多家科研院所和实验室 13个地方分院以及两所大学 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6月22日发表声明证实 美国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克蒂斯·威尔尔伯号 当天下午穿过台湾海峡后 中国指责华盛顿是该地区的最大威胁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线司令部发表声明说 美国处于用老办法在台海制造麻烦 这证明美国是地区安全的最大威胁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 这艘船的通过是一项常规航行活动